很多人趁假期到海灘游玩 不過有時會遇到鯊魚出沒 泳客需要小心 在澳洲悉尼的阿拉灣海岸 星期日出現一條1.8米長的鯊魚 不斷在淺水區徘徊 嚇到泳客尖叫逃上岸 也有大批人在岸邊看熱鬧 鯊魚在淺灘上不斷扭動身體和擺尾 似乎因為誤闖淺水區而受傷 看起來十分痛苦 為免他擱淺 幾個熱心的南泳客 致高粉湧下海 協助將鯊魚推回大海 澳洲近年頻頻發生鯊魚傷人事件 早前一個63歲婦人 在海邊沈泳時 被鯊魚咬傷臀部和肩膀 幸好及時搶救,撿回一條命 有研究人員說 鯊魚喜歡溫暖的水域 因此如果溫度升高 鯊魚就會向海岸邊游動 而在旅遊勝地邦迪沙灘 有航拍機拍到鯊魚的蹤影 幾百人毫無戒心地在海中游泳 不知道鯊魚是否吃飽了呢 泳客都十分安全